360相機 就是兩邊鏡頭分別捕捉超過180度的影像 然後透過軟件進行縫合處理 然後你就得到360度的照片或影像 這樣拍攝時你就不用去想 我到底要拍些甚麼呢 而是全部都幫你拍 而且由於兩邊鏡頭中間是一個位置拍不到的 這個屬於一個死角位 所以如果你想拍攝時 最漂亮的角度應該就是兩邊鏡頭的正對面 而中間位置的影像應該會比較奇怪 因為有處理軟件後期做縫合位的位置 而且由於中間是兩邊影像的接駁位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特點 就能隱藏這支自拍棍 讓我們可以做到一邊打人一邊裝無辜的效果 不要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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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啊 幹嘛打我啊 什麼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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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做到自己拿了棍子 但效果就像別人在拍攝你一樣 我自己從X2開始 一直都有用360相機 幸好之前和泰伯的型男大對決 由於我們打窩遊戲 有很多走動的 所以我們需要一部相機 要夠輕便和防震 但是同時 在Wall Game場裡面是子彈橫飛的 所以我們也會擔心到這個 CAMMAN的安全 鏡頭的安全 所以360就完全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首先它防震很厲害 第二就是它機身非常小 所以也是比較難被子彈射中 然後裡面是很混亂的 根本上你是不知道要拍哪裡 可能你拍到前面的時候會錯過了旁邊 所以我需要一部360相機來拍攝整場的環境 這樣就不會漏出精彩的片段 就像這條片一樣 我本身拿著鏡頭 或者Jeky Lo 走啊走啊走啊的時候 突然間我的弟弟就誤中榴彈 如果我這個時候是拿著一部正常的相機 其實我只會拍攝前面Jeky Lo 我不會在拍攝自己 在這個瞬間我就不知道找誰報仇了 但很幸運 360相機幫我全部拍攝了 我就可以知道誰射中我弟弟 我可以幫我弟弟報仇 然後就要介紹我們今集的主角 INSTA 360XV 今代升級了更大的螢幕 更大的電池 以及更多的實體按鍵 然後依然有10米的防水 以及最高輸入5.7K 30架的影片 用法亦是很簡單的 我們是先拍攝後構圖 直接拍完 再透過電話的APP 或者電腦的軟件 選擇你想要的畫面 然後你可以選擇打直 打橫 甚至正方形都沒有問題 後製的過程也不算太複雜 可以透過軟件 幫你自動追蹤你想要的人 或者物件 或者可以透過移動電話 來選擇你想要的畫面 可以讓你一邊剪片 一邊做運動 還有今次X3 還新增了這個4K單鏡頭模式 等你不想拍360的時候 可能只想拍自己 或者拍前面 就只可以用一個鏡頭 免許這個後製的煩惱 好了 現在我就用它的單鏡頭模式來拍攝 現在就只是 裡面這個鏡頭 對著這個鏡頭 會拍到我 前面就暫停了 你可以看到畫面 夠不夠穩定 或者怎樣 我試試 動一下動一下 你要看到 其實畫面穩定 都是不錯的 我試試這樣動 再動 你看到是OK的 但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在拍攝的時候 就不能夠切換到這個鏡頭 它在錄影的時候 就不行的 我們一定要暫停 然後先可以切換 然後繼續錄 希望它之後 軟件更新 就方便一點 讓我們可以直接錄影的時候 按一個按鈕 就切換到鏡頭 也有跟拍模式 在機器裡面 就叫做Me模式 就可以讓你拍到最高1080 最高至可以拍到1080p的影片 所以我覺得就一般的 這個很有趣的 它就用著兩個鏡頭的下半部分 來拍攝你的 所以你開機 就要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挺有趣的 它可以拍到1080p的60格 但我其實暫時都沒有很了解到 這個是用來做什麼 如果你問我會不會是用來 一邊拍東西 一邊拍 然後就可以不小心地 對你的仇人一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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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這樣 我只想到這個方向 我想不到這個會是 但可能用來駕車 或者什麼會有用 我想 我想 我不知道 Laycare 對不起 Insta 好 回到Payback 我終於明白了 我終於知道 這個跟拍模式有什麼用 就是它可以拍到Y一點 例如你單鏡頭 就只拍到整半身 那跟拍可以拍到你的腳 可能就給一些長腿的女生 或者你的腳很漂亮的人 就應該都有用 對不起 還有一些朋友 可能喜歡玩航拍 但不是全部地方都會玩航拍 那如果你用它這支 三米的自拍棍 那就可以做到一些模擬 航拍的角度 我們一試一試 看看這支三米的棍 我們現在感受一下 現在就是模擬這個 從初天的角度 升上去 不知道速度效果是怎樣的 而且聽說它是防水的 我們從水裡升上來 我們就試試它這個 十米防水 是吧 然後就厲害了 它今代也多了一個運動HDR的模式 可以讓你在太陽很猛的情況下 它都可以保留到高光的細節 或者暗位的地方 都可以清晰看到這些細節 而今代子彈時間也升級了 去到這個4K120架的影片 他叫阿發 是一位環差百年就滿40歲的中年男人 他夢想是成為一位出色的吹笛師 但可惜大家關心的就只有他的體重 他知道前途茫茫 伴隨他的就只有一支價值十元元的笛 和200磅的脂肪 但他不放棄 不停做手部訓練 不停做手部訓練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 馬上就要出意外了 接下來會發生一件 令他終身都無法忘記的事 然後還可以拍到這個8K360 Timelapse 除了這些之外 其中一個最大的賣點 就是它本身的App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特效可以讓你玩 有一個叫Skyswap 這個是我最近剛剛發現 我很喜歡這個 這個就可以將你的天空 自動切換成其他不同的東西 可能是海洋 帆高的星空 甚至極光 你只要跟著他的方法去拍 然後倒進去程式 他就會自己幫你搞 好了 介紹這麼多 可能你會想這部東西 可能是給你的Youtuber 可能是給你們拍片 或者你們做運動 喜歡滑雪 游泳這些人 用的而已 但我想說其實不是 我一直用這部機 用了很久了 但我很多影片 你看到其實我不多 360影片會放上來 或者不多 會用到360拍的影片 會放上網 除了Wall Game 或者那個型男大姐姐 我很記得我上去香港 我是經常用的 我就是在一些聚會 或者一些很特別的時刻 就是我們平時可能 有些人都會想拍下 記錄下的 但有時候你看到整個派對 裡面這麼多人 發生這麼多事情的時候 你用電話或者機 其實你拍不了很多事情 甚至你有時候 拍一下這裡 拍一下這裡 我的習慣日 去到一些我覺得 比較重要的時候 或者一些派對的時候 可以的 我會直接把這部機 放在台面上 這樣就等它錄機 但這些影片 我不是用來放上網 我純粹用來留念 之後你就透過APP 自己慢慢看 你就看回整個環境 這個又在做什麼 那個又在做什麼 所有東西都會記錄完 而且收音 其實在室內情況下 都是不差的 所以這個是我反而 會很推薦 如果你們平時喜歡 記錄下你的生活 又未必要放上網的時候 你買了 一定不會後悔 你試一次 你就會感受到 那種時光倒流 回到當時的感受 是很棒的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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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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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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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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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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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